今天我们来看一台不坑穷人的丰田车 丰田Alpha 2018款3.5豪华版 这台车是2018年3月上派 它和其他的Alpha最大的区别 就是价格很实惠 当然啊 这个实惠嘛 咱们普通人也是无福销售的 因为再便宜 这台车也要69个W 但我也没说错啊 2018年的Alpha 这个可能就是它行情价的最底部 能打败它的 可能也只有2017或者是2016年的Alpha了 之所以给了一个60多的价格 主要还是因为这台车里程已经有11万3000公里了 车框上也有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小瑕疵 这个我们后面说啊 看视频的各位老板都不用逛二手车市场 问问身边其他做生意的朋友 他们的麦巴赫Alpha大兵力 只要是每天都做的车 哪台车里程会少 每个月给驾驶员发那么多的工资 咱好歹也得给人家找点活干对吧 所以这种老板做价属性很明显的车里程都很多 老板嘛 哪能天天宅办公室 必须出去跑业务的呀 但相对其他我们看过的Alpha来说 这台车的使用强度并不算高 一年也就2万公里冒头 估计前任老板应该还有其他的作家 来分担一下用车任务 有几个小细节也能够佐证这个观点 就是它的底盘衬套呢 有一些轻微的开裂 但是底盘质感还OK 柔软细腻 但不松散 对于一台11万公里的车来说 目前的状态很不错 而按照里程来说 这台车的第二套轮胎也应该磨得差不多了 但实际上它的第二套轮胎 还有80%左右的剩余寿命 刹车盘片的状态也不错 所以我估计还是通畅的路况比较多 刹车踩的比较少 像这种短时间跑了蛮多里程的车 它的内饰状态其实都不会很差 即便是主驾驶 这是打孔皮的主驾驶座椅 它的褶皱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主要的瑕疵呢 就集中在主驾驶靠背这里 可能是司机大哥的衣服掉色 看看这块污渍我们后面能不能洗掉 前排座椅的状态很不错 那么第二排第三排就更不用废话了 对吧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接触过的阿尔法 威尔法或者雷尔法 他们的这些车主 都喜欢以四座的状态来使用这台车 把副驾驶顶到最前头 再把第二排推到最后头 我们放倒座椅再配上这个枕头 这个就不是MPV了 这个就是个卧室的延伸 但是睡着了也要系安全带 这个千万别忘了 本来我是想坐在后排 体会一下正经阿尔法车主的感受 但是我请不到人替我开车 所以我就自己开了几十公里 当了一天保姆车的司机 阿尔法的很多细节让我很有感触 考虑的的确很周到 比如说它的前排视野很好 比很多铜尺寸的MPV要强太多了 这个视野和考斯特差不多 它有前后的雷达 但是基本不叫换 距离障碍微两米的时候 都是让司机用视频去看 这样做呢 在我们倒车挪库的时候 就不会把车内乘客吵得心烦意乱 阿尔法的隔音自然也是顶尖级约 摇上车窗玻璃 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立的空间 不过也正是因为隔音 我差点忽略了一个故障 这台车怠速的时候会有一点异象 我推测应该是皮带轮老化 这个我们会处理掉的 顺便再讲一下 开头已经提到的 已经消失了的那个车况瑕疵 就刚到店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台车的尾门和车顶交接的地方 被撞了一下 前车主也懒得休 就这么交给我们了 我们拿到车呢 也是微整形了一下 工作量不算很大 一天就搞定了 虽然这是一个小伤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伤疤 这台车肯定起始往上 讲真啊 Alpha这个车的确很多人会吐槽 我估计现在评论区就已经沦陷了 大家会说它价格虚高 会说它糊弄有钱人 这些观点呢 我也很同意 因为从新车价格角度来看 这台车的性价比真的是糟透了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一个老板喜欢MPV 他的购车预算也就是100到200万 除了这个车 还能选谁呢 选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那这个气场又靠什么来称 很多选择 明知性价比不好 我们也必须得做出来 这种痛苦叫做预算太多 身不由己 这种事情你我都不懂的